這女星藝術寬的獨子一寶紅 因為夜店殺警案被判刑九年 在二零一九年入獄 隨後被調到外衣監服刑 有基層員警日前 在前立委黃國昌的直播留言中 爆料此事炮轟 我那學長白死了 政府根本都在打假球 對此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八號晚間臉書發文 他寫到了回顧去年八月的 台南殺警案事件 和九年前的夜店殺警案 是可忍屬不可忍 外衣監逃犯殺警案 未滿一年交證署 近海把殺警案的凶手 放到外衣監 這就是民進黨 給人民的司法正義嗎 他也點名法務部長蔡清祥 政府曾經承諾的司法改革 到底改變了什麼 七年過去弄破社會安全王的元凶 竟然還是政府自己 他也呼籲全民 七月十六號站出來 他自己也會站出來 表達他的憤怒 而對此法務部 在凌晨一點的時候 發出聲明稿 指出易寶紅是在去年 三月臺南殺警案發生前 就獲准調到武林外衣分間執行 而當時外衣監條例 並沒有修正 雖然在去年九月 審查通過經行 任院韓宋立院審議 但是還沒完成立法程序 未來將配合審議進度 和各黨團積極溝溝通 力求早日修法完成